臺灣的年金改革 今天很高興透過這場授勳典禮 感謝執政團隊和防疫團隊的貢獻 過去八年 儘管面臨許多挑戰 但因為有各位共同的打拚 臺灣才能自信 勇敢的大幅前進走向世界 我們完成年金改革 一起留下的文件財政 延續國家的永續發展 我們推動前瞻基礎建設 能源轉型 以及數位轉型 為國家的未來發展打下基礎 也讓臺灣持續提升競爭力 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有關鍵的地位 我們分散風險 顧及全球 翻轉臺灣過度依賴單位市場的狀況 讓臺灣成為世界的臺灣 這八年來 我們沒有忘記對轉型正義的承諾 面對過去的不公益 我們致力於真相還原 深化對話 相互理解 我們也沒有忘記對自由平等的嚮往 我們支持婚姻平權 讓相愛的人有權利相守 過去八年 臺灣有了進步和改變 對人民也多了照顧 臺灣GDP的規模 從我上任時的17.5 造大幅成長 去年突破23兆元 我們也保持財政穩健 連續七年 政府稅計勝利 不論是長照2.0 或者是0到6歲 國家一起養的政策 都是努力給民眾 給家庭更大的支持 讓年輕朋友可以勇敢追夢 我們也透過新建社會住宅 推動報租貸款 以及擴大租金補助與房貸支持方案 多管其下 來穩定房價 並且減輕民眾的租住負擔 另外 為了弱勢施法改革 我們建立了國民法官制度 讓人民可以參與審判 改革總是艱辛和充滿挑戰 在這條路上 這是因為有大家的堅持理想 團結努力 才能成就一個更加堅忍的臺灣 尤其是我們歷經了一場百年大逆 臺灣能在疫情挑戰中站穩腳步 穩健發展 我們的防疫團隊功不可沒 我們會記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每天下午兩點鐘的記者會 透過清顯易懂的解說 讓國人面對疫情的時候 能夠更加安心 我們會記得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頂住壓力 站在前線 守顧國人的健康 我們會記得臺灣和各國在疫情期間 相互支持共渡難關 讓善和尋防務不斷延續 最後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夥伴的付出 達到一個更好的臺灣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我相信未來無論各位在哪一個崗位 都會為這個目標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我來不生意 談半段 兩位 他 stal